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还是得把这关系给捋一捋 什么叫老婆爸 那时候我刚离婚吧 然后我自己弄着两个孩子 你结过婚 我结过婚 然后小孩要吃要喝 我去集市上买东西的时候 急急忙忙的买上点菜 这就想往回走 正好天也不怎么好 然后就是那时候出租车也少 就是无意之中看见 那路边是停了一辆出租车 但是因为他在里面给人修东西 那我又不知道他是在里面维修 我以为是停了出租车 长河门后腾一定坐上了 照着他毛腰在那里修东西 我一定坐他身上 这么大一人 你坐人家真的 他那小 这人小 就那车座就这么高 人就趴在底下 他看不清 打白天你也不注意 你不是心心长河门丑 不也坐上了 你多少斤 那时候清 那时候年轻也漂亮 也清 那时候也就110斤 110斤也不得了了 没事 但是他撑下 你这是天上吊下个林妹妹 我一坐上这时候 然后他麻烦一下子 可大声了 妈 你做人了 完了我就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然后我就敞开后边的车子坐上 我师父快走 我很急 孩子在家 路上的时候咱可不能说一路一句话不说吧 你咋骑成大人 你这打车也不愁点 离婚了 自己领 还过日子 你倒是对谁都诉说家庭痛苦 好像见他觉得他挺实的挺老 那就半道上把他扔下去了呗 没有 他不是回修理部吗 那他回他修理部说我就在这 有空过来玩吧 就那没事就去 你们俩谁追的谁 我 是吧 你咋追的他呀 说来听听呗 那就是闲着没事逃去他呢 修理部 谁捅破的窗户这儿啊 我 你说啥了 嫁给我吧 不对 嫁给你吧 就我给你做老婆 你敢要我 我的天呐 这缘分来得太突然了 那都有一段时间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 你是心花怒放呢 还是突然之间咯噔一声被吓住 啥感觉 当时的时候就是 我心思 你怎么还能 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 你怎么能嫁给我吗 当时没有想到那些 当时没回答我 当时我就是死追 怎么追你给他做饭啊洗衣服啊 他给我做饭 他 他有道台高吗 他给你做饭 锅就放在地下嘛 我们家从来 多数都是我老公做饭 他会照顾人 他会提前我 反正个人有个人的好处 那就问图老师 那高的大的你能拿到他拿不到 那必须得我去干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位男生 前面那一段婚姻不是很快乐 也不是很幸福 因为我前夫妮比我年龄大一点 然后我婆婆你就当家 受气吧 我说经常挨个打呀什么的 我说你干最多 饭已经吃最少 这日子没法过了 那就离婚了 离婚之后就觉得 前一段婚姻挨打受气 我要找个受气包 受气包的话 那我就完了 那我这得一辈子 你要找个受气包 那我得找个出气筒 这就和谐了 这是出气的 这就和谐了吗 是吧 所以你找他 是因为他能包容你 对吧 他就是什么事都让着我 办了婚礼没有啊 办了 今年春节五月份办的 我们看看他当初 他们婚礼的视频 你们是你们这个 那地方的一道美丽的风景啊 在我们那边都认识 最萌生高叉嘛 对吧 那周围的人 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们吗 刚一开始那时候厉害 我刚一跟她的时候 我们那条件也不啥好 然后就出来上街干什么的 我那年轻友情好悲的 人家看着吧 一开始的时候人家说 哎呀这媳妇 这不是啥好人 不就是不遭教的 咋咋地的 反正就是好听的没一句啊 可生气了 就想骂 我就说你他们是一样 一说就说的 你就当初听着没听见 就听得了 反正自己喜欢就行 对 当然除了周围的 周灵四舍的闲言随语 对之外父母也反对是吧 父母反对到什么程度啊 从认识我老公之后呢 那就更不用说了 那娘家嘛 就基本上就算是没有了 反正特想讲 因为我父母年龄大了吧 身体不大好 反正我爸就可想讲了 我也是听我妹妹说 就说我母亲摔倒了 腰摔坏了 然后我就跑回去 但是我没有家去 我刚到家 然后我父母就是 我母亲就很生气 然后我父亲就直接 就是农村嘛 条件不好嘛 家里面有柴火 有的东西啊 就是摸什么死什么打我 不让我进那个家 就是直接就是 不让不要 没有我这个女儿 态度很坚决 对了 就是一直不好 他父母呢 第一次去家里妈妈 就是我老公那时候 应该算是比我条件好嘛 嗯 去了一去到家里面 走到大门口的时候 我婆婆组织一个大拐杖 从院里就出来了 就是让她准她进去 不准我和孩子进去啊 我叫她儿子进去 我肯定要往里进去 我婆婆就不让进去打我 打我呢 我一开始她就觉得 还在小孩性格 还哄哄她 她不就进去呢 她越哄越厉害 就是直接不让进 不接受 然后我就领着孩子 一边哭着就走了 但是我们回到城里的那天晚上 我老公我又回了县城 我老婆我就说 你快回家跟你妈过年吧 跟你妈在一起过吧 但是她那时候就说 我回来了 就是选择你和孩子 要不我也不回来 那也就这样了 那咋俩就摸下过 过给人家看看 争口气 嗯 然后到一直从那时候到现在 有 后来我 然后包括生病 和在去世哈 都是我们两个在照顾 日久见人心啊 这个老婆原来是你们家 反对的对象 现在成为了你 炫耀的资本 荣耀的资本 有孩子的知识 你们吗 小的时候我离婚的 就没得选择啊 嗯 但是大爷了 后来大一点 长大到十几岁以后 就可以出去工作的时候了 然后我女儿就直接 不和我们联系 觉得脸上无光什么 嗯 那你儿子呢 我儿子这小孩 还算是很听话 很懂事 嗯 我也不强烈不反对 反正我也不是要命支持 现在 尊重你的选择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现在儿子多大了 续续24了 我儿子 我儿子对他可好了 可心疼他 我们这个有他小儿子的电话 我来连线一下 是东东吗 是 你好 您的母亲和您的继父 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然后呢 我们在谈到这个 他们的婚姻的时候啊 你母亲说 这个儿子啊 特别支持我们的婚姻 在大家都反对的时候 对我们极大的认可 是这样吗 东东 嗯 是这样 你继父对你好吗 挺好的 你对他们的婚姻怎么看啊 我对他们的婚姻是赞同的 主要是看我妈的意思 他高兴我就高兴 这话说的很实在 你对他们俩有什么祝福吗 嗯 两个人身体健康康的 然后开开轻轻的就行 这儿子话不多 但句句都实在啊 好 谢谢东东 当大家都不看好你的时候 不是说什么 来回家 回家 从这里 那个人的认识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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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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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两位在台上这么亲密地握手 我就觉得一种幸福 我觉得有时候 一个真正的大丈夫 未必要看身材 责任感 比身材更重要 所以说六人游定着旅行 愿意去为你们的幸福 锦上添花 我愿意出这笔装修资金 谢谢 我也想说 能够在你们的幸福心愿上 加上一点助力 那刚才大姐说 很想要个衣柜 那你这个衣柜 由我们来送给你 希望你们能够永远幸福 永远快乐 永远像今天一样这么相爱 谢谢